今日财经快报 叶伦 利率高位运行令美国赤字可控更具挑战性增加收入的必要性凸显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叶伦称 利率长远来看维持较高水平的前景 让控制美国借款需求变得更难 凸显出在与共和党议员的预算谈判中着力于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性 重大变化 美股结算T加一级将启动 美股交易结算制度下周将发生改变 当地时间5月24日 美股三大股指集体收涨 截至收盘 道指涨0.01% 纳指涨1.10% 标普500指数涨0.70% 联合国 半个月内仅900余辆卡车援助物资获准运入加沙地带 据北京5月25日电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自本月7日至23日 仅906辆卡车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获准运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海通证券 日本的低利率时期里 权益资产有哪些机会 一低利率下 哪些风格和行业占优 90年代 日本股市经历长达14年的低迷期 1980年代 日本宽松货币政策使得资金大量涌入股市 股价飙升 美联储维持高利率会是谁的麻烦 这是2022年6月22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美联储大楼 刘杰社华盛顿东京5月24日电美元是我们的货币 却是你们的麻烦 市值突破2.6万亿美元 英伟达狂飙背后是黄仁勋的疯狂管理 无EVE会议 无汇报 无层级 蔡鼎美东时间5月24日 公司业绩和前景展望大超预期 生物制药公司Actuate Therapeutics申请美股IPO你筹资5000万美元 生物制药公司Actuate Therapeutics申请 乌克兰 反击开始 泽连斯基赶赴乌第二大城市 美国向乌提供2.75亿美元军事援助 普京回应演习 杜宇据参考消息 乌克兰24日表示 他已阻止了俄罗斯对哈尔科夫州长达两州的打击 并开始在乌克兰这片东北部地区进行反击 总统泽连斯基已赶赴该州 马斯克最新采访 我最大的恐惧是AI 最大的希望是火星 杜宇实习送新月当地时间5月23日 在第八届欧洲科技创新展览会上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 伊朗 诺和诺德每周一次的胰岛素iCodec 未获大多数FTA顾问认可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TA顾问小组的大多数成员认为 诺和诺德NVOUS每周注射一次的胰岛素iCodec的益处并未胜过风险 理来你再斥资53亿美元以扩大Mondero和ZepBond产量 理来LLYUS将在此前宣布的37亿美元基础上再斥资53亿美元 用于提高位于印第安纳州黎巴嫩地区的活性药物成分生产基地的产能 出售股票筹资近10亿美元后游戏驿站盘后大涨25% 鉴于游戏驿站GME US宣布从一项股票出售计划中获得近10亿美元资金 这家散户最青睐的公司在盘后一度大幅上涨25% 截至发稿涨幅收窄至13.1% 美股三大指数收盘上涨 应伟达再创历史新高 美股三大指数收盘上涨 道指涨幅为0.01% 报39,069.20点 纳指涨幅为1.10% 报16,920.79点 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70% 报5,304.71点 下任美联储主席热门人选 未来经济周期中利率可能更高 下任美联储主席的热门人选 现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 Christopher Waller周五表示 在未来的经济周期中 利率可能会比2010年代的低利率更高 但这一点尚未确定 韦德布什 苹果市值将在明年超过4万亿美元 韦德布什 Wed Bush 分析师Dan Ives表示 受益于人工智能推动的iPhone16系列产品 将迎来超级周期 苹果 AAPLUS 的市值将在明年超过4万亿美元 隔夜要闻 高盛将美联储首次降息时间 推至9月美联储官员警告 美国财政支出不可持续里来 追加53亿美元扩产能 市场收盘 美股周五收高纳指创新高 并录得连续第五周上涨 5月24日美股成交额前20 英伟达再创新高 市值突破2 5月24日美股成交额前20 英伟达再创新高 市值突破2.6万亿美元 周五美股成交额第一名 英伟达收高2.57% 股价再创历史新高 成交442.74亿美元 市值突破2.6万亿美元 该公司第一财季营收同比增长 262% 达260.44亿美元 美联储最有影响力高官之一 仍认为美国中性利率较低 警告财政支出不可持续 沃勒表示 美国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财政道路上 如果美国国债的供应增长开始超过需求 这将意味着价格下跌和收益率上升 这会对中性利率产生上行压力 周五热门中概股涨跌不易理想涨3.7% 即可跌9.5% 周五热门中概股涨跌不易 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 台积电涨1.85% 拼多多涨2.56% 阿里巴巴涨0.58% 携程涨1.52% 波音披露美国宇航员将搭乘漏气飞船上天 NASA以前也这样干过 由于火箭飞船接连被检出问题 原定于5月进行的发射已经延迟至下周 对于飞船氦气泄漏问题 波音和NASA认为不影响发射 暂时不更换出现问题的密封件 收盘 美股周五收高纳指创新高并录得连续第五周上涨 25日凌晨 美股周五收高 纳指创历史新高 标普500指数与纳指均录得连续第五周上涨 美国4月耐用品订单数据意外攀升 市场继续评估美联储今年的货币政策立场 沙特政府计划6月初售沙特阿美股份 筹资百亿美元推进2030愿景计划 最新报道称 沙特阿拉伯计划卖掉部分沙特阿美地股份 以筹集近100亿美元的资金 来推进政府的2030愿景计划 从而发展新兴产业并减少对石油收入的依赖 美国WDI原油收高1.1%自三个月低点反弹 25日凌晨 美国WDI原油期货价格周五收高1.1% 此前一天该期货价格创三个月来的最低值 市场关注即将召开的OPEC加会议 尾盘 美股维持涨势纳指有望路的连续第五周上涨 25日凌晨 美股周五尾盘走高 纳指有望路的连续第五周上涨 美国4月耐用品订单数据意外攀升 市场继续评估美联储今年的货币政策立场 科技巨头疯狂砸钱准并购AI初创公司 获取技术 施加影响 还规避反垄断 此前微软 亚马逊的投资已经吸引监管部门关注 英伟达也大举出手 分析认为 大型科技公司通过获取较小的股权份额来规避监管 密歇根大学调查显示通胀预期下降 但高物价仍压制消费者信心 与月初相比 5月下半月美国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下降 不过高物价仍在压制消费者信心 密歇根大学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价格上涨3.3% 财节大跌超9% 创于一个月新低 Q4业绩指引讯预期 遭美银下调目标价 格隆会5月25日美国财税软件巨头财节盘中跌超9%至600.485美元 股价创4月19日以来新低 财节公布业绩显示 第三财技调整后EPS为9.88美元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9 五盘 美股继续上扬 纳指上涨170点 25日凌晨 美股周五五盘走高 科技股领涨 纳指上涨于170点 美国4月耐用品订单数据意外攀升 市场继续评估美联储今年的货币政策立场 鉴于铜价大涨 墨西哥集团旗下ASARCO 拟重启美国铜野链厂生产 格隆会5月24日市场人士周五称 鉴于铜价创出历史新高 墨西哥集团旗下的矿业公司ASARCO 正计划重启其在美国封存的铜野链厂 280点